很簡單用芝拿這個名詞去形容中國人或韓民族為主的國家 當然不對,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拿了一個原用了很久的名詞來做 知道那段歷史的人聽了有犯感是很正常 是 問題在於甚麼呢?現在說的是 一個人跟言論不同的時候,不像文革鬥臭鬥垮鬥島 要踏上一腳 你可以批評他,很簡單 鄧家彪如果多拿一萬多票,已經淘汰了梁頌恆 人家說的言論就了淫 如果你沒有辦法在法律上令他無法做的時候 你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共產黨的做法就是這樣 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公察才打倒了 然後才保行手續 你覺得劉曉波被困是否不對 劉曉波被困是對中國人的恥辱 趙紫陽被困是對中國人的恥辱 一個黨總書記因為不同意公共當權派去殺人六四 是一種恥辱 你現在說回公道說話 他又沒有理由想 是的,我們今天沒有理由 如果你認為你們都是中國人的話 我想問,如果你認為他們的行為不對 你們有沒有做過任何事 例如圈遇他們去進行一個很簡單的道歉 劉少奇寫了三次檢討 毛澤東第三次才給他全屍 一講到自我檢討 就根本一定是暴政 如果社會的多數是 要人家道了協之後才可以拿回公民權 其實是非常恐怖的 納粹主義和日本都是這樣 日本叫做非國民 如果你不同意日本的大東亞共同權侵略戰 就不是國民來的 沒有糧食配給 我想強調的就是 言論之間的批駁 是隨時可以進行的 這就是一個兩制的基本 那個議員他持政見選了進去 他只要沒有違反他進去的程序 就讓他進去的 因為將來都可以瘋奪他的 所以現在的問題大家講歪了 入都不讓他入 你道歉我就給你 這是家長制來的 每次鄧小平都要道歉 跟毛澤東說我永不翻案 你不能跟我說 在法外 在法律的框架以外 你一定要道歉才有法律的權利 這是暴政來的 我肯定是暴政 很平常心地看 昨天這樣的行動 我們爭取了少許時間 時間就說 一是給法庭的判決 很離譜 為何不讓他宣洗呢 唯一的理由就是 不想要梁君彥 就由法院去說 即是共產黨一做出虧心事 就說其實我不關我手 金盤洗手 是不是 好了 就說法院判你 是你的施克福 判了你 是不行的 不是我們的意見 很簡單 其實是拾目所持 現在拖來做什麼呢 其實只有六中全會要開會 六中全會的時候 有一個字題就是 香港很亂 要出手了 無論如何出手 要拖到六中全會開會的時候 都要有件事在 就這樣做 好了